柳道友还真是麻烦,竟然一定要找一只雌性暗兽才肯下手。 柳仙子既然要如此做,想来是有他的忌讳之处。 哼,柳道友是女流之辈,有些顾忌也就算了。 韩道友当日为何放弃两日前的那头暗兽,这倒让师某心中有一些奇怪。 没什么,那头暗兽已经负伤在身,并且身上伤痕累累。 韩某就算是取下他的皮毛,变化之后恐怕还是有些不妥。 在下还是另寻一只算了。 原来如此,我还与韩兄当日看那头抚伤暗兽身边有几头右手, 以学慈善之心大发。 想想也是,我等修炼之人,又怎会在心境上有此等低劣的想法。 韩力文言确实黑黑一笑,没有接口什么。 就在二人低声聊天的时候,蓝色光幕中突然一声沉闷的响声发出, 整个光幕都微微一颤,但马上就恢复如常。 韩力见此,幕中不禁一宁,而石坤也是面露吃惊之色。 蓝色光幕突然一下寸寸地碎裂开来,最终化为点点灵光,消失不见。 只见光幕中心处,流水而此女静静地站在那里。 其仙族旁边,那只雌性暗兽则一动不动地趴斧,身上的皮毛湿噜噜噜的,似一点伤痕都没有。 韩力神念只是往此兽身上一扫,就知道这头暗兽已经气息全无。 哎呀,好手段啊,想不到柳道友的水属性神通竟如此惊人,竟好像比石某当日还要快上几分。 师兄何必取笑小妹,师兄肉身强横,当日我与韩道友可都是有目共睹,怎是我这种小手段可比的。 若是柳道友这等神通还是小手段,那石某那点神通就更不算什么了。 韩道友,现在我和柳仙子都已经有了兽皮,可就只剩你一人了。 而且越往森林深处走,遇到成群暗兽的可能性就越大,道友也要早些做打算呢。 师兄放心,韩木心中有数,绝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。 三日后,暗兽森林一条蜿蜒的小溪旁,一头体型比普通暗兽略大上三分的暗兽,在一片青蒙蒙的光幕笼罩起下。 韩力悬浮在半空中双眼微闭,双手掐绝催动着法术,让青色光幕忽明忽暗,而斗篷女子和石坤则站在光幕一旁,一个眉目闪动,一个眉头紧皱。 这青色光幕不但凝厚仿若实质,让他们根本无法看清楚里面分好,神年一扫其上,也会被毫不客气地一探而开。 这正是韩力布下的春梨剑阵,悬浮空中的韩力口中清吐一个收子,顿时青色光幕灵光一彻,一下还原数十口青闪闪的飞剑,数尺来长,悬浮空中静静晃动。 韩力只是虚空一抓之下,所有飞剑轻光闪动,纷纷缩成了数寸大小,然后击射之下,又一股脑没入了其身躯中,而在剑阵原先笼罩的地方下。 这一大的暗兽已经蹊跷流血倒在地上,一命无呼。 见此情形,斗篷女子和石坤不禁互望了一眼,但均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分忌惮之意。 韩力一瞥看到此幕,却不动声色地徐徐落下,双族正好落在了那头暗兽尸体旁边。 二位道友,有了这张暗兽之皮,现在我等可以大胆地往森林伸出去了。 兽皮有了,当然是不成问题,但实在想不到,韩兄最大神通原来是传人中的见证。 阵中情形,我二人虽是无法看到什么,但单能隔绝我与石道友的神秘, 从神秘之地来说,并可成高深莫测了。 不错,从道友引诱这头暗兽进入阵中,到击杀此寥的撤去见证。 虽然比我二人动手时间稍长一些,但丝毫声响未曾外露。 可见此等见证的神妙,道友有此种神通,想来圣洁之下,含有敌手呢。 哼,二位道友何必给韩某贴金,这叫春丽见证,纵然有些威能,但二位道友能被两位前辈派子重任,想来真正本理,也只显露了十之一二吧,又怎会是一个区区见证可逼? 道友神通绝不在我和柳仙子之下,就别互相吹捧了,还是谈正事,再往前走上一两日,就真的进入暗兽森林深处,大半暗兽可都生活在其中,我们要通过此区域,要打十二分精神才是。 在通过暗兽森林中心处的时候,千万别妄想杀任何落单的暗兽,我们的禁止对付普通暗兽还可,但面对高级的三眼暗兽时,只要一动手, 肯定无法瞒过他们的感应,而且在森林深处,也无法先放出神念,搜查整遍区域,一旦动手,危险之大可想而知。 就算真是被迫动手,也不能像现在这般拖延如此长时间,我们三人必须一起出手,争取瞬间击毙对方,才能将风险降到最小。 嗯,以我三人联手之力,若只面对一只普通暗兽,瞬间击毙倒也不算太难,但若是碰到高级暗兽,那可就不好说了。 要真被高级暗兽盯上,说不得我们的原词神光的合集之术,就有用物之地了。 不错,师母差点忘了此秘书,用此手段的话,若当高级暗兽,也不怕惧怕什么。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,此前通只能当作最后手段,我可不想被大量高级暗兽同时追上。 放心,这点我和师兄自是心中有数,是我和道友也都取到了暗兽之皮,马上就换话正式上路吧。 我们之间,最好是分开些距离,一往集中一起,太过前眼。 刘仙子之言在理,那师母就先走一步。 接着他单手一掐绝,体表漠然浮现出那张黑幽幽的兽皮,一团荧光又从袖口中一飞而出,没入兽皮之中。 大汉一个翻滚,就立刻变成了一只黑色暗兽,自己略一用力下,就弩剑般的急射而出。 韩力和流水而见此,也没有迟疑,同样施法起来,分别幻化成了另外两头黑色暗兽,左右一分之下,紧追齐上。 在飞顿中途,三者又纷纷催动宝物,将自己的身形再次遮隐起来。 如此一来,在这到处树影朦胧的地方,想要发现三人的踪影是难上加难了。 在后面的路途中,韩力等人一发现了什么异兽踪影或者风吹草动的事情,立刻神不知鬼不觉远远绕开,绝对不和其异兽接触分好。 开始的几日内,遇见暗兽的次数还不太多,但是这些暗兽却很少单独出现,大都是两三只结伴行动。 再等到七八日,等他们真正身处森林中心区域,一些暗兽竟然开始五六只,甚至十几只成群接队出现。 这让韩力三人心中微惊之下,越发的小心异常。 好在三人顿法还算神妙,并且法力远胜普通暗兽一大截,倒也没有出现什么纰漏。 另外不知是他们运气好,还是暗兽森林中出了什么意外,这一路醒来,那些传闻中的高洁三眼暗兽一直都未曾遇到,竟让他们一口气潜入了暗兽森林的最中心区域。 下面三四日中,他们还能顺利无视的话,就可穿越暗兽森林最危险的地段。 但眼下韩力三人非但没有轻松之意,反而是个个面色凝重。 三人的阅历非同一般之人,不知见过多少功亏一篑的事情。 而这暗兽森林中高级暗兽踪影不见,让他们大喜的同时也是暗自嘀咕。 而再往前面前行,普通暗兽竟也越来越稀少,只在下面两日中遇见了寥寥十几只而已。 韩力三人心中大灵,越发地小心。 韩力在林中仿佛幽灵般地迅速移动,明明面前有一棵参天大树横在那里,但他所画的轻盈只是一扑,就仿若无形之体洞窗而过,丝毫声响未曾发出。 如此诡异的顿法,自然让顿速奇怪无比,但他却眉头紧皱,目中淡淡蓝芒闪动,目光不停地朝四周扫去。 在这森林中心处,既不敢放出神念,也只有靠明清陵墓神通来发现那些暗兽,好早早避开。 不知道流水儿和石坤用的是何种方法,每每有暗兽出现,这二人躲避的举动竟然丝毫不比他慢多少的样子。 这让韩丽大感诧异,这两位是他一样修炼了玄妙的五感神通,还是借助什么不知名的宝物做到此事。 不禁又让对他们二人高看了几分。 心中如此思量,韩丽目光一转,灵墓神通下,他看得清楚,流水儿和石坤所画暗兽,分别在离他百余丈远的地方,同样奇怪地前进。 见二人并未出现什么问题,眉头略微舒展几分,就将目光再次收回,但就在这时,一变突起。 从迎着他们前进方向外,漠然间一道金影从前方黑暗中激视而出,只是一个闪动下,竟一下横跨数十丈距离,到了石坤的身旁,一头撞到了正处于隐匿的石坤身上。 即使石坤大惊想要避开,但不急防之下,外加对方动作实在太快,根本避无可避。 轰得一声惊天俱响,金光黄芒一跤之下,金影一个亮枪倒退出树部,马上身形一晃,站稳了身影。 而石坤所画暗兽却直接倒舍飞出,一下狠狠地撞到了数十丈外的一棵大树上。 直接将这数人才能抱住的巨木一砸两截终于停了下来。 但大汉所画暗兽半趴在碎木中,满脸痛苦之色,竟一时无法站起身来。 韩丽和附近的斗篷女子见此,不禁脸上漠然色变,石坤肉身强横,他二人可是亲眼目睹过。 但这等强横的身体,不过被那金影意外缠了一下,就变成了这般狼狈模样,那个金影岂不是可怕到了极点。 韩丽目中蓝芒一闪,立刻就将远处金影看了个清清楚楚,结果马上吓了一大跳,那金影本来面目赫然是一只身躯不过丈许来长的暗兽, 但是浑身皮毛金光灿灿,双目躯黑如墨。 竟是传闻中的王级暗兽,不会吧,在出发前他还嘀咕过,说不可能凑巧碰到王级暗兽, 结果现在三眼高级暗兽尚未遇见,就稀里糊涂撞上了这片森林中最可怕的存在。 虽然不知道此兽神通如何,但想来也绝对是圣级以上。 韩丽心往下沉,身形一顿停在远处,双目死死地盯着这头金色暗兽,不敢眨上分毫, 同时体内数剑一宝,心念感应之下,也开始微微震动起来。 另外一边,刘水尔锁化暗兽,也停在了一根顽口粗的树枝上, 同样如临大敌地望着金色暗兽。 这头王级暗兽显然也被意外冒出来的石坤撞得有些头晕目眩, 摇了摇头颅后,立刻双目胸光一放,盯住了远处一时无法起身的石坤。 两只前肢一动之下,刷得一身,寒光闪闪的爪芒立刻在前端浮现而出, 仿佛马上就要动手攻击大汉的样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